中共衛健委通報 1月29日 杭州市有一個高風險區 同11個中風險區 浙江省疾控中心 在當日下午的新聞發布會上稱 中高風險區的居民不能離開杭州 杭州市濱江區長江小區的居民胡玉鎮 1月29日對大紀元表示 當局出動了400多輛大巴車 強行將居民拉到隔離點 根據當局通報 由於發現傳染性極強的Omicron病毒 杭州長江小區和長江西遠的確診病例 密切接觸及次密切接觸人員9,218人 被轉送至集中隔離點 有居民抱怨 對政府來說 只要不是死在城裡就可以 這就叫社會面清零 北京司法系統張博士表示 中共的所謂疫情清零 其實是虛假的文字遊戲 是為了限制民眾基本自由 尋找合法性 靜著把他沒有清零的防疫 改變成、改造成、改變成、虛跨成 所謂的社會面清零 也就是把市區的疑似的感染群體 通通地把它牽到外去 這就造成了市區內的 所謂的社會面清零 這種名詞啊 玩弄吃早啊 投放干液 也是中共提示它們最擅長的把戲 不疑 從什麼看起來 就有壞疫情 考試著 互交 rush 你 炭 這裡 太 Bry 雷